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片土地上建个好小花园 轩儿和烟儿一天比一天大了 越来越喜欢在外面玩耍 虽然陆府原本就有好几个大大小小的院子 可是这些院子总是人来人往的 也不方便孩子们跑到这玩儿 不如单独开辟出一个花园 里面建个成凉的亭子 一个清水的小池塘 再种一些花花草草 烟花园里原本就耸立着两棵挨着的大槐树 在惊下强烈的要求下 还在两树之间做了个秋千 虽然孩子们还小 不适合荡秋千玩 可是它可以玩啊 想想看 在槐花盛开的五月 坐在秋千上 淡淡槐花香气不鼻 多么惬意舒服啊 惊下刚走进洪花园入口 就听见孩子们咯咯的笑声 玩什么呢这么开心 听见孩子们的笑声 路易当差一厅的疲惫 就都云霄云散了 他走进洪花园 见纳宁正陪着两个孩子跑那玩儿着 看起来这一大两小 还玩儿挺开心的 想起之前路易跟他说过的话 这一切见到纳宁有些许的不自在 不过 即便纳宁真的对自己有那种意思 他也不想因此 就对纳宁产生不好的看法和偏见 毕竟 纳宁没有做错什么 但还是能少和他见面 就尽量少见吧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误会 所以他这几日 都没有再去纳宁那里 燕儿率先看有年轻的到来 兴奋地朝着惊吓跑了过来 熊儿紧随其后 也跟着跑了过来 尽管两个娃娃还不到两岁 这已经是跑得挺快了 两个小家伙 像两只小云雀似的朝他跑过来的样子 让今夏觉得幸福极了 他蹲下身来 张开双臂 接住两个小家伙 我的少爷小姐玩得很开心啊 今夏亲了亲烟儿 又亲亲轩儿 一手一个将两个孩子抱了起来 你们这都好沉啊 娘亲都要抱不动你们了 两个孩子一遇走一诱的 拱着今夏的脖颈撒着娇 今夏是在车抱不动了 赶紧将他们放在了地上 夫人 纳宁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 陪着两个活活的玩 真是辛苦你了 今夏对那宁点头致谢的 不辛苦不辛苦 纳宁摆摆手 我闲着也是闲着 陪孩子们玩玩挺好的 今夏没说什么 只是对那宁笑了笑 夫人 您最近几天 怎么没来找我练鞭子 夫人不来 我都无聊死了 每天都想着 若是夫人能来就好了 纳宁笑咪咪的 若是以前 今夏听着这话 只会觉得这姑娘 很可爱很热情 可是现在 她却觉得 纳宁这话有些怪怪的 我自己很忙 而且腰有些不舒服 所以 今夏笑得有些尴尬 夫人的腰又不舒服了 不如我帮您按按 纳宁一脸担心的 不了不了 当然可以给我按 今夏赶紧拒绝的 但觉得自己尴尬的反应 可能染过了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的 我的意思是 不想麻烦你 没关系啊 不麻烦 纳宁觉得今日 夫人似乎有些怪怪的 莫名的很是客气 前段时间 明明他们 都已经消瘦得挺好的了呀 真的不用了 我歇息两天 也就好了 金却对纳宁 温和地笑了笑 那好吧 纳宁有些收了点点头 把喧儿烟儿 抱回房里吧 换身干净的衣服 一会儿就要吃饭了 今夏吩咐两位奶宁道 两位奶宁应了称事 一人抱起一个孩子 你也回房吧 一会儿该有人 送过去饭食了 今夏对纳宁说道 纳宁点点头 目送着今夏等人 离开了花园 李奶宁跟在今夏身后 一幅怨幼稚的模样 怎么了 有话要说 今夏问道 夫人 刚刚 奴婢们其实也不想 让少爷小姐 和那您姑娘玩的 可是毕竟那您姑娘 是大人的 李奶娘刚刚差点 脱口而出 那您姑娘 是大人的妾 虽然现在大人 一直没有正视 纳了纳宁 可是 这不是迟早的事吗 毕竟是皇上次的人 他们之前下人 私下都有谈论过这事 虽然当官的 三亲四亲也在正常不过了 可是 他们这些下人 却还是不希望 有个女人跟夫人争宠 但实在是理解不了 为什么夫人会对的 这位纳宁姑娘 态度这么好 毕竟是什么 是大人的妾吗 静怜笑了笑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夫人 您心地善良 奴婢们 只是不希望您被人算计 一旁的徐奶娘说道 你是说 那您想要算计我呀 那您姑娘虽然看着 并不想跟您争宠 可是她一直 对您如此热情 未免太过奇怪了 谁知道她是不是 看出您心肠好 所以想让您 心对她放下戒心 之后会做什么下断的事情 谁知道啊 毕竟知人知命不知心 不要这样 欲揣测别人 静下逊觉得 是奴婢师爷 奶娘们低头道 好了 我知道 你们是为我着想 静下语气软了下来 她知道 她们都是真心 想维护她 这个陆府的女主子 她心里 其实挺感动的 但是尽管如此 也不该对一个小姑娘 抱有如此大的恶意 情本她有些怀疑 那您是不是真的 对她有那种想法 但她却从未因此 对男友有过不好的看法 她能确定 这姑娘是个好姑娘 不会做出他人口中 下头的坏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